我穿书了 穿成一本书里的恶毒女配 穿过来的时候 我的手正扬在空中 正准备赏男主一个巴掌 我反应过来 脑子里惊呼 就是这一巴掌 把男主打成半个笼子 打通了男女主的感情 打去我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但是我的手都伸出去了 于是我摸了摸他的脸说 江同学 你长得挺好看的 要不要和我谈个恋爱 江度 好 我 我反应过来穿书的时候 正是我准备霸凌男主的时候 我想起了恶毒女配最后的下场 家破人亡 后半辈子只能在牢里度过 搭捏 男主沈渡此时被两个人压着肩膀 也不说话 正恶狠狠地抬头盯着我 仿佛在说 等着我以后的报复吧 我被江度的眼神盯得后背发麻 我的手还在半空中正准备落下 我敢打吗 当然不敢 江度可是个封批人设 心狠手辣 只对女主温柔 我要是打她 那是不知死活 我这个小卡拉米 可不敢和男主斗 于是 本该狠狠打在江度脸上的手 就这样轻轻落在了她的脸上 江度有些诧异 其他人也有些诧异道 大姐头 就是现在 我该如何维持我的人设 然后又不能对男主下手 我脑子飞快地旋转着 于是开口道 江 江同学 你这脸长得挺好看的 所以 要不要谈个恋爱 众人 江度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有些后悔 果然 江度一脸 你看我信吗 的表情 毕竟我这个恶毒女配 太多buff了 首先 我是学校的霸凌一姐 就是看你不顺眼 我就打你 但你打不着我的那种 没办法 家里有钱 恶毒女配 前妻都这样 其次 我还喜欢男主的死对头 学校校罢秦征 追他追的全校皆知 就是因为江度这次考试 比秦征高 于是我看不顺眼 准备给秦征找场子 才会把江度抓到这里 我真的哭死 buff点满了 所以现在我说出这句话 之后其他人的反应都是 肯定是大姐头 又有什么新招了 我追秦征 追得轰轰烈烈 学校里都传遍了 江度此时 当然是不会信了 江度眼底带着危险的探究 果然开口了 好啊 我答应你 女朋友 啊 你能想象出 这一秒我的心理变化吗 震惊 不敢相信 迟疑 怀疑自己听错了 但是怎么办呢 他是男主啊 我现在敢说一个不字吗 啊 好 我上前 推了推他们抓着江度的手 你们 快放开他 于是 就这样 我成了江度的女朋友 刚回到教室 我的小姐妹陈楚 过来问我 绵绵 我刚听方子说 你和江度表白了 什么情况啊 你喜欢的不是秦征吗 我看了看我的小姐妹 心里暗道 身为恶毒女配的跟班 小楚啊 你的下场好像也不太好 我点了点头 只能承认 事情有点复杂 所以我和江度表白了 啊 你原来喜欢的是江度啊 我服额 感情 它是前面的那句 一点没听到啊 光听到我和江度表白了 依照陈楚传播的速度 不出半天 这所学校里的人就都知道了 甚至 还没放学 好几个版本 已经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温眠移情别恋 学霸江度 校霸秦 被抛弃 原来这只是大小姐的恋爱游戏 原来秦征只是温眠和江度爱情佩丽的一环 听说温眠对江度是强制爱 环给抓了起来 温眠爱而不得秦征 转身投入学霸江度的怀抱 青梅竹马终究抵不过天降 陈楚照着手机 把这些消息一条条的念出来 离谱 简直太离谱了 大好青春 你们都不爱学习 爱八卦 陈楚端着手机 衣服傻样 学习 我以后是要出国的 另一个小弟附和 大姐头 我以后是准备继承家业的 我特么怎么忘了 这是一群二世祖 学习当然是不存在的 江度和我们这群二世祖不太一样 他是特招进来的 这就意味着他成绩很好 而家庭情况不太好 喝酒的爸 懦弱的妈 上学的妹 还有病重的奶奶 我怀疑是不是所有的小说作者 都喜欢给男主安排这么凄苦的身世 所以他每天放学之后都会去打工 我站在他打工的火锅店外 正愁愁着要不要进去和他说清楚 怎么说 说我骗了你 我们分手吧 我一个恶毒女配 我有什么资格甩了男主啊 正想着 店里传来嘈杂的声音 我往里走去 江度正端着菜 而一个男子非要说那火锅里有脏东西 拉着江度让他赔偿 你必须给我处理了 男子破口大骂 江度想去叫店长 但是男子就是存心的找麻烦似的 拉着江度 不给他走 甚至 把调料盘一把刀在江度的衣服上 江度隐忍着 咬着牙盯着那男子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是忍不了一点 我一下就怒了 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冲上去 拿了离我最近的一盘大肠 往他头上扣 大肠从他头上滑下来 你是什么东西 你踏马的 男子怒骂 我是他女朋友 我犹如正义使者 一下子责任感满满 你居然敢欺负他 我也毫不切弱地指着他的鼻子骂 男子怒急了 伸手就想往我这边抓 江度终于出手了 把我往身后拽 高大的身影挡在我的面前 然后抓着那男人挥过来的手 我抓住机会 就是一脚往他身上一踹 我可是大姐头 我怕过谁 最后怎么解决呢 当然是超能力了 还成功地凭一己之力 让江度丢了火锅店的工作 事业 我跟在江度的后面走着 江度板着脸 走在前面 也不说话 好像被我搞砸了 我有些心虚和愧疚 但是做错了就要敢于承认错误 对不起 江度 我往前跑了一小段 让自己或江度并肩同行 是我把你的工作搞丢了 江度还是不说话 果然还是很不开心 我脑海里闪过无数的小说片段 试想一下小说里都是怎么哄人的 于是我伸手拉了拉江度的衣袖 江度被迫停下来 我摇了摇江度的手 夹着声音小声道 对不起 男朋友 江度明显地一愣 我看到他的耳间多了一抹飞红 但表情还是依旧冷漠 他终于开口了 为什么那么冲动 江度盯着我的脸 当然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了 我看他欺负你 就没忍住 我的表情太真挚了 江度又说了一句 没有下次了 我点了点头 向他保证 嗯嗯 下次不会了 原来江度吃这套 懂了懂了 这还不拿捏他 江度带我来到一家药店 从药店里出来 江度递给我一支药膏 一支烫伤药膏 原来江度注意到了 刚刚打斗过程 火锅溅到了我的手上 我接过药膏 看着表情冷淡的少年 真挚地说 谢谢你 江度 少年在路灯下看着依旧清冷 身上的衣服脏了一片 我暗暗记下 我肯定不能先甩了男主 江度长那么好看 我先弹着也不吃亏 等女主出现 江度和我提分手 那个时候我就功成身退 我确定了我的计划 恰巧 司机来接我 我拿着药膏就上车了 我不知道的是 江度当时进到药店里 和店员说 有没有最好的烫上药 店员拿了一支药膏给他 他看了一眼 一支药膏的价钱 就抵得上他三天的工资 但也只是看了一眼 再三确认 不会留疤吧 他脑海里浮现那纤细的手腕 这个年纪的女孩都爱美 如果留疤了 我应该会难过 店员说 小同学 我们这个药膏是最好的 不会留疤的 江度拿着药膏出来 看到我闪着光的眼镜 说 谢谢你 江度 他不知怎么的 脑海里想起刚刚那句男朋友 嘴角往上勾了勾 但也仅仅一瞬间 当晚 路过商场的时候 我叫司机停了一下 我想起江度身上那件被我弄脏的衣服 觉得有些愧疚 江度的家庭条件不好 换洗的衣服来来去去那几件 打工的钱也大多拿来贴补家里 也不舍得拿钱出来买新的衣服 想到这里 我暗暗有些心疼江度 他只是一本书里的一个人物 却早早就被规划好了一生 他的家庭 他的遭遇 只不过是书上的寥寥几笔 斯多扑 斯多扑 我在干什么 我在心疼男人 心疼男人是倒霉的第一步 漏 大漏特漏 姐妹们 不要学我啊 我拍了拍自己的脸 让自己清醒一点 我明明是为了我后半辈子的幸福 我再说服自己 现在对江度好一点 江度以后就会看在这点情分上 对我们家手下留情 我熟练的来到一家服装店 店员看到我熟练的走过来 脸上堆着笑容 温小姐 你来了 我们家最近刚好出了新款呢 要不要到休息室里坐一坐 我先自己看看吧 我逛了一圈 眼睛看到一件米白色的连帽卫衣 如果江度穿上应该会挺温柔的 温小姐 您真的太有眼光了 这是我们家的新出的卫衣款式 不过这件是男款的 女款的在这边 另一个立马把女款的那件拿了出来 我看了看 江度一米八二 七十公斤 尺寸好像也刚好合适 两件我都要了 我正兴致勃勃的 把我老爹给我的限量版黑卡递过去 一道声音就出现了 温眠 你怎么在这里 我抬眼看去 一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秦正 江度的对手 我的青梅竹马 也是书里的男儿 女主出现后 秦正也会喜欢上他 为了女主 秦正会和江度斗个你死我活 最终被江度打败 而我这个一直喜欢秦正的恶毒女配 由于嫉妒女主 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 最终家破人亡 秦正脸上带着烦躁和厌恶 毫不掩饰地开口质疑 你跟踪我 喂喂喂 这好像是我的台词吧 还没等我反驳 他又开口 你不要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你买的衣服我也不会穿的 停 为了让他闭嘴 我直接伸出手指 抵到他的嘴上 但于力度和角度控制得不太好 中指没有防备地插到了他的鼻孔里 我俩顿时都愣了一愣 然后我看着秦正的脸色 一点点变轻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我收回了手 还顺势甩一甩 好像在摔什么脏东西 主要是你太吵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自卑一点啊 别自恋了大哥 我的衣服又不是买给你的 以后也不会再买给你 温眠 你 秦正有些气急败坏 随后 他又有些得意洋洋的改口 别嘴硬了 你除了我 还能买给谁 刚好 店员把打包好的衣服递过来 我自然地接过来往门外走去 不好意思啊 姐有男朋友了 第二天 我起了个大早 以至于江渡看到我站在他奶奶的包子铺面前的时候 眼里划过一抹错了 小渡 快来陪你的同学说说话 江渡的奶奶热情地招呼着我 你怎么来了 江渡穿着一件有些旧但是干净的灰色卫衣 袖子卷到手肘的部位 从里面走出来 目光里带着审视 我拿出昨天买的衣服 递过去 乖乖地说了一句 来给你送东西 昨天我弄脏了你的衣服 不用 简单明了地拒绝 你不收下的话 会让我很没面子的 看到江渡的犹豫 我语气里带着威胁 一双修长的手还是接了过去 江渡面色有些不自然道 谢谢 你吃早餐了吗 江渡迟疑半赏 轻声问道 没有 说完 江渡走到一旁的小桌椅旁 伸手拍了拍椅子上没有的灰 示意我坐过去 我当然是屁颠屁颠的一屁股坐下 不一会 他就端过来两个盘子 上面摆着面包 鸡蛋 还有油条豆浆 小同学 尝尝奶奶做的包子 可好吃了 江渡奶奶是个很慈祥的小老太太 带着围裙在包子铺里忙忙碌碌 谢谢奶奶 吃吧 依旧是冷淡 不变情绪的声音 恰巧 江渡的妹妹也从屋里背着书包走出来 坐到了我的对面 姐姐你好 小江渊笑着和我打招呼 你好啊 我身上没带什么见面礼 想着我把头上别的M家发卡摘了下来 带在了她的头上 这个送给你 这种bling bling的东西 小女孩应该都喜欢吧 谢谢姐姐 江渊看起来很高兴 江渊 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江渡有些严厉的声音传来 江渊立马缩了缩脖子 但还是听话的把发卡拿了下来 我转身对上江渡的目光 我送给她的 你兄她干什么 我 江渡声音一噎 一时无言以对 我重新把发卡带到江渊的头上 多好看啊 和我们小渊真配 江渊的目光带着期待 看向江渡 见江渡不说话 算是默许 才激动地说 谢谢姐姐 快吃 吃完去上学 江渡一副大人的模样 敲了敲江苑面前的碗 眼看着差不多到了时间 江渡见我还在这里 你还不走 我指了指巷子口停的那辆自行车 我来和你一起上学 以后我每天都来 江渡看着巷口那辆崭新漂亮的自行车 有些无奈 她完全拿我这个娇蛮任性的大小姐 没有办法 这完完全全就是擅自闯进了她的生活 我只是太喜欢玩了 她就是我一时兴起的一个对象 而且这种一时兴起 又能持续多久呢 我以一种极其强势的方式 占领了江渡的生活 为了避免江渡受到伤害 和别人伤害她 我中午饭要和她一起吃 和她一起上下学 她去做兼职的时候 我就坐在一旁看着她 江渡 温大小姐来找你吃午饭了 江渡同桌推了推她 而她搬离的也齐齐看了过来 江渡单手插兜 心肠的身影从后门走了出来 你们说温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江渡了 她之前追情中追那么厉害 现在又死皮赖脸的追江渡 感觉江渡不喜欢她吧 温眠完全是自作多情 感觉江渡完全就是被迫的 看起来一点也不情愿 大家议论的声音不小 自然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抱歉 你们挡到我女朋友了 江渡站在后门的位置 冷着脸 对着挡在后门的那些人道 声音不大 但是基本都能听到 而后大家让开 江渡走出来 我熟练地和她并肩一起离开 江渡这是在维护我 或许是走得太快了 我的心脏跳得有些厉害 我感觉迎面吹过来的风有些温热 你在发什么呆 哦 我在想你什么时候穿我送给你的那件衣服 下次江渡和秦征打起来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连忙赶往笑医室 温眠 我在这里 秦征坐在床上 看到我出现 眼眸里带着某种自信 而我直接掠过 朝里面走去 秦征不甘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温眠 你没看到 我也受伤了吗 江渡穿着我买的那件米白色卫衣 眼角戴着红肿 袖子挽起来 露出的肌肤可以看到淤肿 江渡安安静静地坐着 表情很淡 看到我走过来 目光闪烁了一下 秦征看起来完好无损 一看江渡就是被揍的那一个 为什么不还手 我低头 给他的眼角涂药 江渡抿着唇 毛子低垂 还是一言不发 我知道为什么了 秦征家里有钱有势 江渡和他动手 肯定会被他报复 我把药放下 蹭的一下站起来 朝秦征那边走去 我转身的那一刻 没注意到江渡眼神里的落寞 秦征眉目间带着怒意和得意 温眠 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我的注意 那么你做到了 现在 让他把身上的那件衣服脱下来 我们以后还像以前一样 秦征高高在上的像个施舍者 像以前一样 秦征点了点头 你做这些不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吗 下一秒 我手捏成拳 就往他脸上招呼过去 我以前学过跆拳道 力道也把握得很好 确保一拳给他打猛 你看我像不像你大爷 秦征 江渡是我的人 以后你再敢碰他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我脾气不太好 江渡不敢打的人 我可不怕 秦征捂着被打的那个地方 脸上是不可置信 随即转为愤怒 温眠 你不要后悔 我和他没完 秦征走之后 我回到了江渡的身边 其实我还手了 我打他的力道 让他表面看不出来有伤 但是拳拳到肉 这可以说是江渡第一次开口说那么多的话 随即 少年又垂下眸 温眠 我没你想的那么弱 我有我自己还手的能力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呆呆着站在原地 听他把话说完 所以 你现在应该讨厌这样的我了吧 说完 他又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 我没说话 摸了摸信封 再打开里面是一张张红色的票子 这是什么 是衣服和发卡的钱 所以你最近在拼命打工 就是为了还我钱 然后跟我划清界限 我站在江渡的面前 目光带着审视 最后得到了一个轻轻的 嗯 我问你大爷 我这暴脾气是一点也忍不了 我把信封扔到他手里 上前捧着他的脸 逼他直视我的目光 江渡 你简直要气死我了 我这么努力拉近我们的关系 你却要和我划清界限 我告诉你 没可能 你只能是我的人 情争算个什么东西 打了就打了 作解的男人 你无需自卑 说完我才放开了他 江渡似是被我的话震惊到了 半天说不出话 半晌 他憋红了脸 还是扭过头 嗯 勒一句 看 还是霸道强制爱来得实际一点 以后不许和我分那么清 我再次拿起信封 比起钱 我更希望下次收到的是一封情书 江渡红着脸 憋出一句 想都别想 好家伙 都开始会对我了 虽然我不收他的钱 但是江渡开始给我买各种礼物 有小的 有大的 有贵重的 有普通的 我把这些东西有的收了起来 有些直接摆了出来 绵绵 你这个手机挂件 我抽了好久都没抽到呢 课间 我的好姐妹 兼童桌陈储 看着我手机上的挂件道 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白猫 很难抽吗 我男朋友送的 陈储抱着手臂 满脸嫌恶 又撒狗粮 我之前还以为你对江渡就是玩玩呢 没想到你是真的这么喜欢他 我摸了摸手里的挂件 你不是也有个未婚夫吗 让他给你抽一个 他 算了吧 说不上几句话 陈储后面说什么我就没太在意了 耳边回想那句 你是真的喜欢他 我喜欢江渡吗 我像往常一样 早上骑自行车到江渡奶奶的包子铺 等着和江渡一起上学 然后 我会在那里吃早餐 边吃边看着江渡帮奶奶收拾桌子 几宁出现得很突然 完全让我猝不及防 他扎着高马尾 笑得青春洋溢 衣袖挽到手臂上 在一起和江渡擦着桌子 不是 也没人和我说 男女主是青梅竹马重逢的戏马啊 江渡把早餐推到我的面前 几宁开始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几宁 是江渡的朋友 刚转过来 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 不仅是同学 还是同班同学 而且他还被分配到了我的前面 绵绵 你早上一直盯着人家转校生的后脑勺 看看什么 都快盯出一个洞了 我收回目光 有 有吗 他是江渡的青梅竹马 刚说完 几宁已经到了我面前 他笑得坦荡 温眠 一会要不要一起吃饭啊 我刚来 就认识你和江渡啊 哦 好 反应过来之后 我答到 这还是我和江渡在一起之后 第一次和别人吃饭 以前都是江渡和我 现在多了个几宁 我没来由的感觉到有些不舒服 我看着几宁在窗口忙上忙下的样子 手上无意识地戳着我的饭 温眠 你不好好吃饭 干什么 耳边响起江渡的声音 或许是我看几宁看得太专注了 忽略了江渡声音里的紧张感 你不觉得 几宁身上有光环吗 江渡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那是因为他逆光了 别看几宁了 好好吃饭 他有什么好看的 让你一直盯着看 我收回目光 江渡小声呢喃 你是不是喜欢他 什么 没什么 按道理说 几宁出现了 那么江渡会喜欢上他 然后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他 他们会考进同一所大学 几宁会陪他一起创业 然后度过艰难的日子 而我现在对江渡不差 等我退场之后 应该也不会再落得一个凄惨的下场吧 而且他们还是青梅竹马 江渡早就喜欢上几名了吧 温眠 温眠 江渡和我走在一起 目光带着询问 不好意思 我刚刚走神了 江渡语气里带着歉意 明天是平安夜 我得去打工 不能陪你过了 原来已经不知不觉到深冬了 我和江渡居然在一起了那么久 嗯嗯 我同意了 晚上 朋友圈里一片狂欢 陈楚和几个朋友晒着国外的照片 而我孤零零地待在家里 收到了秦征发过来的照片 这就是你选的好男朋友 似乎是在嘲讽我没眼光 我点开放大 江渡站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卖苹果 而他的身边 站着几名 就算小脸冻得通红 也微笑着 这画面刺痛了我的双眼 江渡就从来没有提出过 让我去陪他卖苹果 就算有时候我去他打工的地方 他也会让我赶紧离开 几名能顶着寒风 陪他卖苹果 而我只能待在家里 吹着暖气 这可能就是人与人的差别吧 我穿着外套出了门 寒风挂在我的脸上 脸颊立马就有些疼 太冷了 受不了一点 我果然是一点苦 也吃不了 我又回到了家 窝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还是回着情争 关你什么事 你就嫉妒吧 几名看不上你 那边发来一个问号 我不再回他 不知不觉 我在沙发上睡着了 一阵铃声将我吵醒 是江渡 我立马接起电话 江渡 温眠 我在你家外面 江渡语气 还有些颤抖 我立马穿上外套出门 少年穿着黑色的长羽绒服 心肠的身影 在大门外踱步 不虚不及 我小跑着 不知道是因为风的缘故 还是因为跑的缘故 我的心脏 碰碰的跳着 我在距离江渡 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 停了下来 脑海里是那张照片 你怎么来了 马上到零点了 我来给你送东西 江渡拉开羽绒服 从里面拿出一个包装 精美的苹果 还有一个盒子 温眠 圣诞节快乐 天空飘起小雪花 出雪的到来 夜晚的寒风 心脏碰碰跳的此时此刻 我内心的声音在告诉我 我喜欢江渡 温眠喜欢江渡 苹果包装很精美 红通通的 而盒子里是一条 更精美的项链 一眼我就看出来 这条项链价值不菲 你不喜欢吗 我很喜欢 谢谢你江渡 我扑到了江渡的怀里 拥抱着他 我突然开始 后悔之前的决定 江渡是男主 那又怎么样呢 我也喜欢江渡 人都是自私的 更何况 他现在还是我的男朋友 我不想暗自退场了 也不想把江渡还给几宁 我会让江渡喜欢上我的 我也可以霍江渡考同一个大学 我盯了一早上的数学题 写出来最后只对了三道 话说太早了 数学太难了 我不会呜呜呜 我失落地把头趴在桌子上 我钢琴时级 但是我的数学不及格 我舞蹈满分 但是我的数学不及格 前排的锦宁注意到我 回过头和我说 温眠 我教你吧 好好好 居然还要情敌教我数学题 不得不说 几宁讲题非常有耐心 说真的 他要不是我情敌 我都要爱上他了 我又神经兮兮兮地问陈楚 楚楚 你觉得姐这成绩 努努力 考自己大行吗 陈楚睁着眼看着我试卷上的大红叉 姐 早点睡吧 梦里啥都有 而且 你不是本来就是要出国的吗 你除了数学不好 其他的学科都很不错 英语能拿到满分 我不出国了 我要考自己大 几宁热情地充当我的数学老师 一到课间 就转过身来教我数学 而且在几宁的教导下 我的数学确实有了进步 你看 这个函数应该这样 用这个公式 几宁说着 我正认真的听 绵绵 你男朋友来找你了 一抬头 看到姜渡站在教室外 脸色黑的能滴出墨水 你什么时候和他关系那么好了 姜渡双手暴毙 表情冷淡 我有些不明所以 这还不是 几宁在教我数学题 前几天是谁还吃醋 让我离人家远一点 你自己倒是和人家贴得很近 姜渡望着我 漂亮的毛子里 翻涌着灰暗不明的情绪 我这不是想让我的数学成绩好一点吗 我想和你考一个大学 姜渡文言一愣 那你可以来找我啊 温眠 你男朋友数学可是全校第一 哦 那下次找你 变数来得很快 那天姜渡和几宁都没来上学 听到姜渡家出事的那一刻 我立马就赶了过去 破旧的居民楼里 传出尖锐的骂喊声 还有砸东西的声音 姜渡一脸利器地蹲在门外 几名站在他的身边 似乎在安慰他 我紧张又担忧地上前 姜渡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一个男人拉着行李 妈妈咧咧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姜渡的眼神像看仇人 这是姜渡的爸爸 屋里传出姜渡妈妈的哭声 我去帮忙收拾收拾家里 几名说完往屋里走去 姜渡眼底有些疲惫 你怎么来了 我语气放轻 安慰姜渡道 我很担心你 姜渡站起来 哑着声道 温眠 你先回去吧 我不走 我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不需要 我自己就可以 姜渡一字一顿道 又是这样 我看着几名在帮着他忙上忙下 而我似乎永远只能是一个外人 姜渡对我很好 但是我能感觉到 有些事情他从来都不和我说 他家里的事情 他的心事 他不说 我也不问 而这个人是几名就可以 难道只是因为 他没有多年的感情 青梅竹马 我怎么都比不上 我再怎么走 姜渡的心里都会有一堵墙 将我挡在外面 我走不进他的心里 几名却可以 这一刻我终于认命 所谓的男女主纠缠在一起 不可分割的命运 那天之后 姜渡好几天也没来上学 而我也没有再找过他 聊天记录还停留在几天之前 姜渡没再找过我 我心里最后一丝的蜥蜴开始熄灭 姜渡果然 根本就不喜欢我 这是不是可以认为 我们已经分手了 想了想 还是应该好聚好散 我失落地打出一句 我们分手吧 然后就把他的联系方式拉黑了 陈楚一把揽住我的肩膀 绵绵 一个男人不算什么 今晚结祖局 带你开心开心 陈楚叫的都是平时一起玩的朋友 大家在包厢里玩得很开心 我没想到秦征也来了 音乐声这儿欲聋 还是挡不住我心里的失落 玩了一会 我就和陈楚打了招呼 我身体不舒服 先走了 一出门 转头就遇上了秦征 听说你分手了 我猜他是来嘲笑我的 哦 所以呢 下一秒 秦征的话让我大跌眼镜 那我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 试探性的道 温眠 我喜欢你 你们既然分手了 这次我也喜欢你 我愿意和你认真地谈一场恋爱 我不愿意 我认真地打断他 为什么 他有些不解 因为我不喜欢你 而之前 我一直追着你 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 你都没有珍惜 秦征 没有人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 我也不会 说完我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少年抱着臂 蹲在墙角 裸露出来的肌肤已经冻得通红 半张脸埋在手臂里 像一个受伤的小狗 我回到家门外看到的就是这幅场景 姜渡蹲在我家的大门外 看到我出现立马站了起来 细看 他的眼角通红 眼尾还泛着泪光 看着他的眼神清澈明亮 不分手 姜渡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就说了这三个字 我还是心软把他带回家 我拿来毛毯 给他擦了擦头发上的血 又端来一杯姜茶 喝完你就走吧 姜渡拉住我 固执地说 温眠 不分手好不好 我不同意 安静的氛围里 我们难得面对面地坐下来 姜渡 你现在说这个有意思吗 我已经放过你了 不会再死皮赖脸地纠缠你了 他哑着嗓子哭 像犯了错的孩子 怎么没意思 当初是你先来招惹我的 现在又不要我了 他看着我 小心翼翼地开口试探 声音像梗在了喉咙 我们不分手 我哪里做的不好 我可以改的 姜渡 你又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和我在一起呢 我叹了口气 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说实话 姜渡用湿漉漉的眼神看着我 我差一点就心软了 温眠 你没有心 我喜不喜欢你 难道你不会自己看吗 姜渡语气里带着控诉 你明明喜欢的是己宁 事到如今 我觉得我们应该摊牌了 谁告诉你 我喜欢己宁的 她是我表姐 我妈和他妈是亲姐妹 啊 此时此刻 我相信我的表情是非常精彩 有一种吃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不是 我是拿了乱码剧本吗 男女主怎么会是姐弟 啊 所以 你是觉得我喜欢己宁 才和我分手的 我尴尬地坐在一旁 恨不得找个洞转进去 那你为什么每次都赶我走 不告诉我 你家里的事 也不喜欢我去你工作的地方看 姜渡把我拉到跟前 又捶某 声音染上苦涩 我是太害怕了 怕你看到我工作时候的不堪 就算你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可是亲眼看到和听到还是不一样的 我害怕你看到我家 害怕你看到那栋破旧房子里的不堪 以及那个那个破败的家庭 姜渡声音嘶吼低沉 从喉咙里滚出一句话 温眠 在喜欢的人面前 我是会自卑的 一切的误会与真相呼之欲出 我怕你会觉得我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 温眠 你配得上所有最好的 每次 你到我工作的地方 我看到你脚上穿的小皮鞋 沾到一点油渍 我都心疼得不行 那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说着说着 姜渡还上手了 等我反应过来 她已经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了 她抱得很用力 生怕一放开我就会消失 温眠 我喜欢你 如果以前你不知道 那我现在很认真地告诉你 我喜欢你 所以我们不分手好不好 Big Dan 这狗男人 说话就说话 还上手 那我只好勉为其难 那行吧 看你表现 我还是出国了 我发誓 并不是因为我考不上Z打 而是我和姜渡的恋情 被爸妈发现了 他们勒令我必须要出国深造 不然就不同意我和姜渡在一起 机场里姜渡依不舍地抱着我 我不在 你可要安分守己 不要给我年花惹草 知道吗 姜渡眼泛泪光 深情受伤地点了点头 放心 姐肯定给你看好她 锦宁在一旁道 我们又溺外了一会 和我一起出国的陈楚 看不下去了 你姐我服了 臭情侣别溺外了 准备要飞了 而且她不是下周就买票去看你吗 你懂什么 我恋恋不舍地摸了摸我的眼泪 一边又叮嘱着姜渡 陈楚一把把我薅了进去 现在不走什么时候走 我可怕我爷爷把我抓回去订婚 至此 关于我脑海里 那本以姜渡为主角的小说 故事剧情彻底被扭转 大家好像都没有走上既定的道路 姜渡没有喜欢锦宁 秦征也没有喜欢上锦宁 我家也没有破产 但原本的故事剧情 还是经常营绕在我的心头 生怕哪一天醒来的时候 这一切就会变成泡影 直到那一天 我脑海里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 校园就熟田宠文故事线修订完毕 人物关系修订完毕 情节修订完毕 抱歉 由于我们管理局的失误 不小心让您当时接收到的记忆 是一本原本被废掉的稿子 我语气岸然 所以 我脑海里的就是一本乱马小说 呃 是这样没错 那你们还真是好棒棒啊 这么久才说 我想我应该是笑着对他们竖起大拇指 抱歉 你们抱歉 工作失误 为了弥补我们工作的过失 我们接下来不会再插手任何剧情走向 你们自由发挥 那声音远去之前 还说了一句 哦 对了 由于之前的剧情被打乱 江渡这个人物的自主意识 一开始就已经觉醒 也就是说 他从来都不受剧情的牵绊 包括喜欢上你这件事 最后 祝你们解锁新的人生 请务必幸福 脑海里的声音彻底消失 这几年 江渡一直往返于两地 一有时间 他就会飞到国外 他说 绵绵 我一定对努力 让你爸妈接受我 不会让你跟着我过苦日子 大学四年 江渡一直为了这句话而努力着 他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除了上课就是工作 仅剩的时间也会飞到大洋彼岸看我 锦宁大学和江渡读了同一个专业 同样也成为了江渡的左膀右臂 有一次江渡一边和我视频 一边办公 我一转头 江渡累得已经睡着了 后来锦宁和我说 他当时连轴转了三天 没合过眼 我心疼不已 觉得不能总让江渡付出那么多 我没告诉他 我仅仅用两年的时间 就修完了四年的学分 再用了两年的时间 读完了硕士 比原定的六年时间 少了两年 毕业之后 我迫不及待地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 而此时 江渡的公司已经上市 他的公司从行业里 以最迅猛的速度冲了出来 站在了行业的前列 江渡摇身一变 成为了商业新贵 也成了新闻头条 竞相报道的对象 只是当主持人问起他的感情状况 他都会笑着说 未婚妻在国外 等他回来了 我们就结婚 当江渡下台 看到了站在台下的我 他没了台上的成熟稳重 像一只高兴的小狗扑向我 你怎么回来了 我看你缺个老板娘 所以就回来了